牛仔裤一直都是很经典百搭的,一年四季牛仔裤的出镜率都十分高,今天,小编要和大家分享下十八年,很流行的浅色牛仔裤,初秋配着五款T恤,既简约的又时髦。 姑娘们,如果你们也很喜欢穿牛仔裤,那么接下来的分享课别错过了,浅蓝色牛仔喇叭裤加白色字母长袖T恤搭配,穿上这么一条高腰牛仔喇叭裤,分分钟就有大长腿的济湿感。 就算是腿短的女生也可以嫁欲忧,想腿出,穿上轻松鞋瘦遮肉,浅浅的蓝色调衬托,可经典好看了。 初秋的时候,配上这么一件白色字母,长袖T恤,既简约的又时髦,浅蓝色九分直筒牛仔裤加装色短款长袖T恤他配二十八年,很流行的一款线蓝色九分直筒牛仔裤。 这样款适合版型设计的裤子,最不挑身才穿了,遮点腿出又能拉长双腿比例线条,上衣选择这么一件绕色端款长袖T恤相配,小个子初秋很适合的装法,显高挑轻而易举,浅测九分哈伦牛仔裤加白色字母长袖T恤搭配三,初秋。 这么一整套的穿搭,真的既简约又不失射毛,你觉得呢?如果喜欢点约风穿搭的美质,大可以尝试下,浅色九分哈伦牛仔裤,微微卷起的裤脚,露出一些脚踝肌肤,视觉上就有拉长双腿比例的近视感。 大长腿轻松用油,上衣简单一件白色字母长袖T恤搭配,真的很不错。浅色哈伦直筒牛仔裤加粉色,密自领长袖T恤搭配四,起色细的搭配,配在2018年都是很流行的。 这一条浅色哈伦直筒牛仔裤,对于腿型不怎么完美,笔直的女生来说很适合适,裤子高腰设计,穿上轻松就拉长下半身比例,搭配粉色衣自领长袖T恤,性感至于有些粉嫩。 浅色九分牛仔裤加条纹脸帽长袖T恤搭配五,浅色九分牛仔裤加条纹脸帽长袖T恤,初秋季节,这么穿真的很不错。 既简约的又时髦,腿型比较笔直的女生,穿起这么一条牛仔裤其效果相当不错的,选择的条纹脸帽长袖T恤,被添一丝青春修学气息。 好了,小编的分享就到这里,18年很流行的浅色牛仔裤,初秋配着五款T恤,既简约的又时髦。